setting voices 我艇到有人喊 五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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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递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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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各位出席 我要先向大家抱歉 道歉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三个活动 刚刚去巴罗来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那等一下呢 还要去一个回教党的演讲 刚才在巴罗 巴罗大家都很熟悉啊 小地方啊 不是很多人的地方 公正党主席湾阿西萨出席 来了两千人 我第一次感觉到 巴罗甚至Sandbrook也可能有机会 我要这样讲是因为 Sandbrook是对很多人来讲 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很难很难的席位 Sandbrook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不是很聪明又想做首相的人 当着国会议典 而且他们也开玩笑常常讲 明年最好的助选人是叫做皮像不定 因为如果没有他举荐的话 那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样多人支持反对党 2008年的时候 如果没有他做部长的话 今天是Berset主办嘛对不对 如果没有他做部长的话呢 就不会有Berset警察打人 Berset 709和428 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教会我们什么呢 因为1982年 马哈迪是1981年7月16号上台的 马哈迪1981年7月16号上台以后呢 1982年4月举行选举 4月举行选举的时候 那个口号叫做Berset Chekab Amana 所以1982年Berset这个字 是马哈迪第一次竞选的时候的竞选口号 然后在2011年 在我们聪明的Hisham Mutin的领导之下 Berset在马来西亚是一个禁止使用的字眼 这一次在居然 在Sanbro 在Aidam 在这个新邦人干 我们讲柔中四连线 我们希望在柔佛州 这四个州 国会选区 还有它底下的州一席 如果说要突破 要执政不成 柔中四连线 就要有狂风 有可能吗 这个选举最开始的焦点在柔南 柔南有六个国会选区 这六个国会选区是最重要的战区 接下来我看 大家现在的关注点 也在柔中 也在居然 对不对 我们明天晚上有一场讲座 有一场演讲 这一场演讲 卡巴星会来 以前的陆军总司令 Dansree Hashim 新山的候选人也会来 邱光耀也会来 为什么Kabashim也来 我看跟我们的主题很重要 居然让全国看得见了 这个选举是不是全国也看到居然了 全国看到居然因为 大家以前讲居然要变不容易 但是有各位的支持 我们有在柔中看到了新的可能 包括今天晚上年巴罗 Sanbron国会选区 这样强的国阵强区 也有几千人出来 那个是真的是很难得 这个选举 还有9天 我们如果用15天的选举来看 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个五天 第一个五天 大家在摆阵 因为有些区还刚刚安排好 有什么这样 大家在摆阵 然后第二个五天 我们也开始了 第二个五天 这第二个五天 是要确保说 更多人支持我们 最后的五天 我相信是就是要看马来中间选民 会不会一次转到完 这个选举如果说我们可以得到 现在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正看民意调查 因为我给很多人问了 我现在顺便讲 每个人问我 他讲你去做多一点马来厂 我要讲的是 我在居然跑了很多的夜市 跑了很多的马来区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的感觉是 如果那个带着的小孩子 牵着来的小孩子 他的孩子没有高过坐子的话呢 那个人一定是支持明年的 马来人 换句话说 年轻的马来人 也支持明年 我听到的最新的调查 年轻的第一次投票 和第二次投票的马来人 明年领先 当然民调归民调啊 民调这个有时候不准的啦 民调只是当时候拍照 所以也不要太高兴 我们要一起努力 这个选举 不能够单单靠政党 这个选举是人民打国阵的选举 所以要靠大家 要感谢今天晚上在座的所有出席的人 因为这个选举不是刘正东在选 而是在座每一位一起选 如果只是靠刘正东 如果只是靠明年 是不会赢的啦 没有大家一起来 这个选举是很难打的 因为这个选举 我们手上 钱不是很多 没有电视 没有电视 马来报 主要的马来报 很多都是在 自政党控制底下 把英文报也是 把现在年的Star也是从 从这个 普通的报纸变成党爆了 更不要讲乌兔三啦 乌兔三更不要讲啦 可是这个选举呢 也是 国政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的 因为他有乌兔三 我们有Facebook 每一个人现在每一个人都自己出报纸了 每一个人都是在出报纸 以前我们讲 以前我们口语啊口语讲啊派报纸就是那个人乱乱讲啊讲很多就叫派报纸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Facebook啊对的也讲不对的讲也是派报纸嘛对不对 时代不一样了 他有他的电视我们有YouTube 对的 GOD 太好了 宙也给你 水 水